当地时间4月29号晚 瑞士阿尔卑斯山突遭了暴风雪的袭击 14名滑雪者通宵被困 其中4人死亡 5人情况危急 瑞士瓦来州警方称 这个滑雪团成员包括德国、法国及意大利人 他们在下山期间遭遇暴风雪 无法抵达营地 被迫在海拔3270米的野外过夜 警方昨天展开大规模的搜救 派遣7架直升机参与行动 滑雪者获救时 8人因失温被送医急救 但有3人宣告不治身亡 另有一人在获救前摔死